大家好,現在我們介紹的是Crane M3 Combo 那Crane M3跟M3S差在哪裡呢? 差在一個S 那其他我用起來大同小異沒什麼差的 但是這個價格優惠很多 那整個設備用起來就是要了解它的特性 就是輕、短、小、好工作 那麼撞車沒有 這是第一優先考慮的,撞車沒有 那麼這裡都有各種各樣的配線 充電主機的 還有接不同相機的配線 然後撞不同相機的配線 我們來看一下按錄影好方便 按好方便停止 好,我們現在講的是板機鍵 1、2、3 拍後面的用意齁 我們要拍新人進場 我們人要後退 我們就這樣走就好了 那人就這樣跟過來才不會摔到 那建議你就是說 可以利用這種翻轉的方式拍自己跟拍別人 那麼再來就是長按板機鍵 我們現在是跟隨嘛 鎖定齁長按板機鍵 就是全部都可以跟 放掉它就鎖定了 這個也很重要齁 譬如說我要拍下面的寵物按下去 往下拍,拍寵物 放掉就一直跟著寵物 往上 那你也可以用搖桿 往下 往上 都可以齁 按兩下 歸中 歸正位 長按 封狗模式 叫封狗模式 好 這是板機鍵 那這個是搖頭鍵 應該叫做旋轉鍵 就是我們拍MV的時候要破水平的時候 有時候要做一些破水平畫面 你可以透過它來做 這個是波桿 那再來就是燈光 燈光壓下去 分亮的齁 這高達一千流明 還雙色溫呢 還可以雙色溫 一千流明 再來這邊是裝手機架 或者加一個怪手放燈 加一個怪手做指向麥克風 好 模式鍵 按下去 L 叫做Lock Lock 全鎖定 用來做搖臂畫面 Lock的時候注意喔 按下去 欸 就變成Follow了 按兩下 好現在是Lock嗎 Lock 這個板機鍵按下去 欸 就全跟隨了 放掉它又鎖定了 好 這個在拍Hyperlab使用的 模式鍵按一下 Follow Follow就是 上下左右 O Follow Follow You Follow 再按一下 Pen Follow PF Pen Follow 上下鎖定 好就是大概這個是三大功能 然後你可以隨時調整它的水平 調整一下水平 好按兩下模式鍵 POV 我們拍什麼 唱歌跳舞 破水平拍舞蹈 拍美食 這樣會很好看 再按兩下模式鍵 好 這個叫做 盜夢空間 愛的魔力轉圈圈 這個呢 又叫什麼呢 又叫做 懷孕模式 因為看了會吐 再按兩下 就恢復一般了 恢復一般了 好以上呢 我們這個設備呢 大致上就是 模式鍵啦 錄影鍵啦 搖桿鍵啦 這台的這個 蓄電能力很強 可以用滿久的 一天下來通常都可以足夠 那你打燈的話 大概 如果打燈的話 這台機器大概只能用大概 兩個多小時 我指的燈光全亮 只能用兩個多小時 如果不打燈的話 十個鐘頭沒有問題 好 那這台機器呢 最大的亮點 看一下 就是我今天不錄了 我們就把它撤下來 撤下來之後看一下喔 這邊扔到一邊去 開始拍照 拍照 要錄了 要錄了 插上去 這邊打開 插上去就好了 就扣住了 然後再把這個 這條線通常到最後都沒人用 因為這條線通常 通常到最後 直接就 直接按這邊 按文件了 所以看每個人的習慣 好以上呢 這個是Krange M3 Combo的一個特色 有了一個非常精彩的包包 這個包包呢 做工還不錯 那重點來了 各位看一下這裡喔 我們縱使是鐵打的齁 到了工作的時候 其實整天下來 蠻受不了的 那該怎麼辦呢 我們就要有一個 鍍包 好 來看一下這邊 平常我們要在做 拍攝的時候就插進來 那調整你個人習慣的高度 拍攝 然後 我們要收的時候呢 很簡單齁 收的時候扣緊 扣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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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扣住了齁 都扣住了齁 扣住之後就 拍攝 休息 拍攝 休息 然後呢 在以往要搭氣的八塊 我們現在不是 回家 呵呵呵 要不然 你從頭到尾都要抱著它齁 蠻累的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按帶 這裡有一個小按帶 我會建議你為了安全起見 這裡有一隻腳 我們把它收到這邊來 收到這個小按帶裡面 這個小按帶 收進去 你收進去之後齁 你就把它當成一個什麼 當成一個收納包再用 這樣的情況下是不會脫落的 它不會脫落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丟到撤飛去 好 大概就是這個小包包的一個妙用 謝謝大家 謝謝